一个基金整体的知识体系框架 从拔高的认知上 先把自己的内功给练好 这期呢 咱们来说一说具体的招式 就是这个基金到底应该怎么选 有很多人挑基金怎么挑哈 就是首先 我把所有的基金全都列出来 然后我按收益率排序 1年期 3年期 5年期 然后看看表现 我就挑那几个表现好的 直接就买 这就好像了哈 你今天本来想去吃饭 然后你去大众点评 或者去Youtube上面 把所有的店就开始按评分排序 排出来之后 你挑了一个最高的就去了 然后发现是个评分特别高的足疗店 你说尴尬不尴尬 咱想找个餐厅 首先得把这个范围给画出来 你今天想吃什么 你是想吃日式餐厅 海鲜餐厅 高档餐厅 还是高档日式海鲜餐厅 把圈画好了 在相应的圈里头去排序 其实选基金也是一样 有些人说选基金就是选基金经理 其实这话也没错 不过基金经理呢 他也是有一个范围 在这范围内投资 所以前面这个圈怎么画 你是想投股还是想投债 你是想投蓝筹股还是创业版 消费品还是科技股 圈怎么画 直接决定了你的预期风险和收益 这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 但其实很多自媒体上面 在给大家讲攻略的时候 都忽略了一步 就是前期的资产配置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 我在手机上直接截到支付宝里面 选基金的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筛选基金的时候 这就会有不同的类型 我们可以在里边选 我们先来说股票型 股票型就是说 至少有80%的资产 是投到股票里头去的 这个也是大家最熟悉的 因为平时听说的最多 涨跌幅比较大 玩起来比较刺激 但其实股票型的基金 整个的体量并没有我们 感觉想象的那么大 在国内股票型基金 其实只占到整个基金市场的9% 就算再加上混合型基金 也只占到1% 因为股票大家平时听的也比较多 它里边的细分也会更细一点 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一些特定的领域 比如军工 医疗 科技 教育 消费 那你可以专门投这个领域内的 一个股票型的基金 这样基本把你的收益 锁定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 然后我们看这个债券型 顾名思义 就是至少要有80%的资金 是投到债券里头去的 债券一般就是指国债和公司债 这个其实才是基金市场的打投 债券的预期收益率是比股票低的 大概在3%到8% 但是不同国家也是不一样的 理论上它的收益率是跟这个国家的GDP和CPI成正比的 那债券的风险也会比股票小不少 比如说你看这个图 这是过去10年的标普中国债券指数 还是很稳的 尤其是你对比这个股票市场一看 风险是一目了然 要比股票市场小很多 但你要放眼国际市场 你看美国过去10年 这个债券市场就非常的惨了 尤其是你跟股市这么一对比 就形成了鲜明的差距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宏观经济的原因 就过去这十来年 美国一直都量化宽松 低利率就导致股市猛涨 不过十年合同十年核心 你说在接下来的十年 到底还是不是美股一统天下呢 这个就不知道 所以总结下来呢 就是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率会比股票型要低 同时风险小很多 但在这儿上注意 我说的是预期收益 不是一个给你保证的收益 不过说到债券账上 给大家提个醒 我们在买债券型基金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那个名字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一打开一个APP 按排行榜一排 上面几个年花百分之四五十的收益率 但你仔细一看发现 它是高收益债券 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 但人不可能把高风险给你写在名字里 对吧 所以就写高收益债券 这种呢 他一般就是投到那种信用评级比较低 说白了就是比较容易违约 比较容易破产 比较容易亏钱的债券里头 那风险就很高了 不是说这种高收益的债券 你就不能投 只是我们心里得有个预期 就不是所有的债券 都是低风险 再来啊 基金里边还有一个指标站大头的 就是货币型基金 Money Market Fund 这种货币型基金呢 就投到那种非常短期的债券里头 就比如说隔夜拆借呀 七天的债券呀等等 基本上跟你存个活期 那个利率也大差不差 所以收益这么低 肯定不是做长线投资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些闲钱 你不想存银行啊 你可以先放到这种基金里边去 但是啊 你发现刚刚我们上面的小图里边 没有这个类型的基金 因为其实余额宝本身 就是货币型基金的一种 这几种呢相当于是比较主要的 当然还有啊 你看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混合型基金 就是它没有80%的那个要求 就是你可以在里边胡乱弄一弄 就是你什么都想来一点 你就可以选这个 然后呢还有这种像Fund of Fund 就是说基金中的基金 它这个基金呢 就是投其他基金的 然后ETF我们之前说过 是指数型基金 就是一种被动型的基金 最后呢这个叫QDII的 这个就国内的人 可以去投海外资产的一种基金 好说了这么多哈 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应该怎么样去配置资产呢 首先啊 一般没有人说 100%的钱全都投到股票了 因为这样风险太高了 所以呢 如果你问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就会给你建议说 这个配置的比例啊 一般来讲 低风险的基金 比如说债券型基金 就跟你的年龄 差不多相当的比例 比如说你今年60岁 那你可能60%放在债券里 你要50岁 50%大概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你想一般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的风险承受能力 是比较强的 我有时间 有精力 有体力 我可以去赚钱 所以相对来讲 年轻人可以去多买一点 股票型啊 混合型这种高风险的基金 当然我们说那个 就是大概的一个标准啊 你肯定可以根据自己情况 去做调整 就比如说你是特别特别有钱 那你多投一点 到那高风险呢 完全没有问题 比如说首富贝索斯 90%以上资产 就是亚马逊的股票 还给你加点杠杆 对吧 当然呢 有一些高段位的玩家 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行情 去做一些调整 就比如说哈 你预期央行要开始放水了 要低利率了 那我多配置一点股票 反之呢 你就多配置点债券 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非常悬 金融危机要来了 那我们就多留一点现金 或者你存银行 买货币型基金 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资产 来降低风险 好到这儿哈 我们资产已经配置完了 就是什么样的基金 你放多少大概的比例 咱都知道了 那下一个问题 就在每个类别的基金里边 我们怎么选呢 好我们选基金 之前也说了 就是找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 来帮你管钱 我们可能不会投资 但是你会招人 对吧 那肯定想选一个又优秀 又有经验 能力又强的这么一个基金经理 招人怎么招呢 小林总结哈 有这么三个原则 首先我要看这个人的经验 第二 我要看看这个人之前的业绩 第三 我要看看这个人之前 干了多少业务 就是业务量 我们先来说经验哈 管钱可是个大事儿 那我们肯定不想找一个 刚工作两三年的小屁孩 就像你去看病 你找医生 他想找主任 那也不是说 这实习医生他能力就是不行 只不过 涉及到这种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儿 交给一个实习 确实有点不放心 所以咱们挑基金经理 怎么着也得挑一个 有个十年八年基金经理经验的人管 这样才踏实 一般来讲 基金经理就是最高级别的 他们都是从研究员开始做 然后慢慢变成基金经理的助理 非得熬个十年八年 才得媳妇熬成婆 熬到最终的基金经理 比如哈 你在买基金的时候 基金介绍里边 都会介绍他的基金经理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看他的从业年限 但是哈 一定要注意 他这个从业年限 是指他当投资经理的年限 还是他进入这个行业的年限 但只有你当基金经理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 就是那个统帅的角色 不光要对行情有判断 还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 所以对我们来讲 肯定是要选那种 酒精沙场 临危不惧的将帅之才 我们知道经济是有周期的 大周期可能要上百年 但一般小的周期 也就七到十年 所以你选个八到十年 有经验的经理 他好市场坏市场 都经历过 只有牛市熊市都挺过来的 才是历经沙场的 优秀经历 其次啊 你光有经验还不够 还是得拿业绩来说话 这个在基金里边 就是我过去的 一个历史收益率 很多人在看收益率的时候 会告诉你 有什么4433法则 235法则 就是说 一年和长期 要在同类型的前四分之一 半年和三个月 就是短期 要在同类型的前三分之一 所以你看 他长期占的比重 是比短期要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个概率游戏 有可能赚 就有可能赔 所以时间越长呢 一般给的权重是越大的 就好比说 这个基金经理 今年的排名是前百分之一 而过去十年呢 都才百分之五十 那就不如一个 比如说今年 他只是百分之十 但过去十年都是百分之十 这样的一个经理 就更优秀 为什么说巴菲特是股神 他五十年啊 这么长期的收益 真的是不服不行 好关于收益率这块 还有两个点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呢 就是绝对的收益率 它是不可比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说不管你怎么比 都是要在同类型的基金里头去比 也就是说要有个基准 Benchmark 而这个基准呢 一般来讲都是相对应的指数 比如说我投的这个基金 是每股整个的收益 那我就可以跟标普500指数去比 如果我投的是科技股 那我就可以跟科技股的指数去比 你看看能不能跑过 这种被动型的指数基金 然后判断一下 这个基金经理的业务能力 到底怎么样 比如说啊 我们看现在有两个基金经理 小林专门投金融股 去年收益率是40% 老王投水电股的 去年收益率是20% 那么问题来了 你能说小林的业务能力 比老王强吗 还真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过去一年 不同板块的平均收益率 最右边 小林收益率40% 但你看金融板块 平均一个60% 相当于小林都没跑过大盘 但老王呢 他收益率20% 水电的平均才10% 所以他的选股能力 在水电这个圈里 是非常好的 只不过水电那个板块 不怎么 所以这一点又说明了 就是刚刚我们最开始说的 资产配置 那个圈 哎 花的重要性 第二点看收益率 还需要看的一个点 叫最大回撤 英文叫drawback 最大回撤呢 就是说 它在跌的最惨的时候 跟之前的最高点相比 跌了多少 那我们就得看看 这个损失 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担的 当然我在这加一嘴啊 这个走 看这个走势图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选基金的时候 不能光看这个数字 20% 百分之多少 因为这个还是不够直观 你把这图一拿出来 看看它那个走势 看看它跟各种基准线的对比 你就可以非常直观的了解到 它的风险和它的收益 然后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好 第三点啊 我们看完了这个基金经理的经验 历史数据 下一个呢 就是看看这个基金整体的体量 这我们说一下 之前说公务基金 它是怎么赚钱的呢 它赚一个管理费 整体一个大盘子 我从里边抽百分之一 百分之1.5 换句话说呢 这个规模越大 基金赚的就越多 所以作为基金经理呢 目标就是把这个基金的体量给做大 然后赚更多的管理费 那如果我们从结果来看 它的体量已经很大了 那就说明这个基金经理 应该是有两把刷子 所以那种基金体量特别小的 比如说小于一亿的基金 我还是建议大家谨慎选择 但是啊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主动型基金规模越大 它真的就越好吗 稍微有点投资经验的人呢 可能都知道 你管十万块钱好管 一百万OK 管一千万也不难 但是管一千亿呢 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有个十万几十万 基本上有一些很好的投资机会 小机会啊 随时就可以买 低买高卖 抓住机会就走 这股市里头 有你没你都掀不起什么波澜 但是你想你手里要有几亿 你想买一只股票 你试试 一天都买不干净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卖给你 你就得一点一点一点买进来 而且在你买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的资金量很大 你可能会影响到市场 这个价格呢 也会越来越高 那之后你要卖出去的时候 也是同理 所以呢 对于这些大规模的基金经理来讲 那只能放长线钓大鱼 那些小鱼小虾 体量太小 对整个基金呢 也没什么影响 我都不屑于去动手 之前巴菲特就调侃过 说你要现在给我管几百万 我能年年50%的收益率 虽然啊 有一些略带轻狂 但是呢 它的意思是很明确的 传大难掉头 你像之前很火的啊 上热搜的基金经理张某 去年哗 翻了100% 那规模突破了千亿啊 今年年初 也开始限购了 就是盘大的 确实不那么好管 当然不是说这种规模 特别大的基金 我们就不能投 只是心态上啊 我们得调整好 因为这些大的基金 它有一个优势 基金规模大 那都是这些基金公司里的 王牌基金 他们都会把最好的资源 最好的研究团队经理 配备给这个基金 你说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啊 哪个垮了 我都不想让这个王牌垮 所以收益一般来讲啊 是有一定保证的 但是呢 如果你指望一个超高的收益 那你就别选这种 规模最大的基金 除了基金经理本身 这个基金公司 咱们也得看 一般来讲 就是大公司 还是靠得住一点 因为基金经理是最直接的 和这个基金保定 整天抛头露面的人 但是在它背后 是有非常非常强大的 一个投研团队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公务基金大佬 最后出来搞个私募 本来说想多赚点提成 结果翻车 这种例子也不少见 那评价基金公司怎么样 我们一般就会用一个 叫做AUM 就叫Asset Under Management 就说它到底管了多少钱 管理规模是怎么样的 这些呢 是一些国内和海外 比较大的基金公司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把后面什么什么基金 有限管理公司 这种后缀 我都去掉了 就仅供大家参考 至少可以混个脸收 当然啊 除了这些 有人还会说 你还要看基金经理的 投资风格 是不是跟你匹配 这个基金经理 是不是经常跳槽 等等等等 但是啊 就我自己观察而言 就跟我们说到的 这些因素 你好好盘算盘算 其实就选的差不多了 好啊 讲完了这两期 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首先呢 我们投基金 一般都是投公募基金 第一步就是资产配置 对吧 你看看要多少放股票 多少放债券 多少放货币型基金 在选好之后呢 如果在这个框框里面 我们想投主动型基金 那就是选基金经理 他的工作经验 他过往的业绩 他的管理的业务量 还有他的东甲 这些筛出来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如果呢 你也不想做什么研究 那你可以就去买买 被动型基金 买买指数 对吧 买买大盘 买买不同的板块 一般呢 就是跟整体的经济走势 绑定的 也都大差不差 但最怕的哈 就是什么热买什么 追涨啥叠 听风就是雨 其实手续费是非常高的 那你在里边 就相当于做慈善了 好 就送给大家一句话 头脑要发热 想想巴菲特 巴菲特说什么 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恐惧 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贪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